今年的签字换文仪式是由金国会副主任务员费华和日本驻华大使反元旧代表了国政府签字换文。 这次的日元贷款总额是美金2245万元,将分别运作写入我国的电竞设备的扩充, 包括电化机的增加和建造第二座卫星经验电台, 以完成我国全球性的电竞网的设立。 另外,排行厂的原油锅炉要改装为燃油式的锅炉, 同时排行要建立新式的离子消灌膜的质源厂, 以电解方法来生产质源。